學校不應該在哪教科學 首先我要講一件事情 好像今天我講的動手學科學 在場的朋友大多數會覺得 那個是學校老師的事情 我又不是學校老師 所以第一段我要跟大家講的觀念是 學校應該開門辦教育 尤其是在當代 學校如果關起門來辦教育 那會害死小朋友 所以只要你是一個愛學習的人 現在教育界慢慢在發生一個變化 就是越來越多的獨立教育工作者 在進入現場 就是傳統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國文科 數學科 老師進來這個現場 但是越來越多是獨立教育工作者 在進入這一個學習的現場 那實驗教育當然是比較風行 體制學校也越來越風行 比如說像那個108課剛剛修訂過 對不對 他馬上規定說學校要教手語 如果小朋友 他想要學手語 學校就要開手語課給他修 那你現在國音宿設置這些老師誰會教手語 沒有人會 所以這種情況就是有會手語的人 經過三十個小時的訓練 然後就跑到學校裡面去教 那他也不是只到單一一所學校教 他可能就是好幾所學校都請他去教手語 那他只有在手語課的時候出現 其他課也不會出現 所以這種角色就是類似像獨立教育工作者 越來越多進入現場 不只是那個實驗教育現場 體制教育現場也越來越多 那他們漸漸也在組合作社 不論他們組什麼合作社 你要去問那個怡婷 他們就知道 好 所以現在不是說到學校裡面去進行 帶領小朋友學習工作 就是老師的事 不是 是越來越多的我們彼此之中的這些人 你有專長 學校會需要 我們就可以去教 好 然後呢 第二段我要稍微講一下 學校不應該教科學 第一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那個高中科學的課綱 是大學課程的簡化版 那國中的課綱 是高中課程的縮小版 這個在自然跟社會這兩個領域 都完全是這個樣子 自然跟社會都是這樣 那為什麼會課綱設計成這樣子 原因就是因為 他這個就是以未來 化學系物理系要去挑 挑他的那個子弟兵 對不對 所以從小開始做 這種 這種 那個 訓練 小學者的風格 開始去教他們 對不對 那這個是完全是錯的 完全是錯的 第一個錯誤 就是 漸漸漸漸 因為你看喔 課程內容跟生活現象的解釋 關係不大 所以養成小朋友 學科學 就大腦內建一個開關 我進教室 學科學的時候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上課模式 然後呢 我離開教室之後 那上課模式要幹嘛 就老師發考卷 寫作業 我要填上去的東西 他就 那我離開教室之後 然後 我碰到 那個什麼 那個 槍管裡面 為什麼會有膛線 我不會想到 腳動那樣手橫 看到天為什麼藍的 我不會想到 那個光線波長跟顏色的關係 這樣能夠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他 一進到他的生活 就把大腦開關切到生活模式 那生活模式跟什麼 跟教室模式兩個是什麼 不同的 關在一起 所以動手學科學 他要求每一個學習活動 都必須要使用生活中的材料 跟現象 比如說我要教氧化還原 維生素吸錠 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還原劑 你可以用維生素吸錠做的 就不要去用純化藥品 你能夠用臉盆做的 你就不要去用玻璃器皿 那個專用的玻璃器皿 所以我們就要把這個開關拆掉 還有 你在教室學科學 一切的目的 就為了要交作業跟應付考試 那這種應式教育搞到最後 那個小朋友就很討厭科學 或者是至少沒有喜歡科學 所以整個我們去發展動手學科學的目標 就是要換掉現在學校的那一套 那一套科學教育的點半 就是以培養那個小學者 其實這樣要講的假科學家 可以讓那個假科學家 為風格 以未來物理系跟化學系 要找到接班人為出發點的 這種學校的科學教育 對不對 那各位不要想說不可能啊 因為這個已經從我們這一代小朋友就是這樣學 到你們這一代小朋友還是這樣學 已經是幾十年了 沒有 今日實驗教育 明日公共教育 就是我們現在會開始比較多實驗教育 他沒有要上體制學校上的那一套科學課 他因為小朋友會昏打 他之所以離開體制學校就是 不適應體制學校這個東西 他跑到體制外面來實驗教育 目的就是什麼 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夠 能夠有一個比較 比較解脫的 那個自主學習的一個環境 所以他們並沒有 並沒有辦法把體制外交搬過去 所以整個動手學科學的 這個新的科學學習典範 可以先在實驗教育裡面立足跟生存 但是越來越多 比如說現在108克剛 他非常非常多的精神跟方向 其實就是模仿過去八年以來 台灣實驗教育所發展出來的這個手法 這越往後走我們會看到 今天好像只有在實驗教育可以進行的事情 漸漸漸漸都搬到了 搬到體制學校來 所以有一天 學校裡面應該會 那個會開始 那最後我們做一個工商廣告 往下拉一下 謝謝 我們現在馬上9月快到了 9月16、17、18 我們辦一個軍優學習論壇 軍優是什麼意思 軍優就是要將台灣的教育去金字塔化 台灣的教育以前是高度金字塔化 我們馬上去金字塔化 對不對 那這個論壇現在有67個議程 那歡迎大家 大家來參加 那現在有QR Code 你掃這個QR Code 就可以進入到這個論壇的報名介面 再往下拉 再往下拉 好 在今年軍優學論壇的那個67個議程裡面 動手學科學是9月18號 那個什麼 那個10點半到12點 在陽明山教室演習中心的第一教室登台 有90分鐘會去說明我們最近 用那個動手學科學這整套的課程 在那個台北市的那個科學教育館上課的情況 會請老師來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金老師 謝謝 謝謝